大家好,我是美食阿姨 今天咱们吃两个云南的大乔饼 我一直想买 好像想买好多年了 终于实现了 所以跟你们显摆显摆 大乔饼 这一个是200克,特别大 买了两个口味的 一个是酥麻味的 一个是鲜花味的 咱们给它切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里面 这么看,好像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味 我先尝一口 这应该是酥麻味的 酥麻味就是那种酥子 就像芝麻的那种 小颗粒 挺香的,这个馅挺香的 然后它这个皮就像 软式大饼干 它也不是太甜 我觉得这个甜度刚刚好 跟我想象当中的味道 还有口感差不多 是我喜欢的 它这个酥子 嘎嘎嘎嘎的特别脆 它挺好吃的 我还准备了一碗麦片 这麦片里面我是用牛奶煮的 然后还放了一点可可粉 非常好喝 满满的玫瑰花 看这个味道 它这个玫瑰花味好香啊 它对玫瑰花里面还有果仁 但是我也吃不出来是什么果仁 这也好吃 这比那个酥麻那个 更软和 可能是它这个馅比较湿润 所以这个皮子就是更软和 这也好吃 我喜欢 我感觉这个比这个酥麻的味道 能更甜一点 它这皮子我特别喜欢 我感觉云南的玫瑰花酱 非常非常的好吃 品质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 一阵狗 吃两个小番茄 看来这个小番茄 必须要放在嘴里面一咬的话 把我的相机全都喷上了 这小番茄味道不错 好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别忘了给我点赞呀 拜拜 拜拜